歡迎回來金馬獎幕後花絮 我們現在人呢 在金馬獎入圍酒會的現場 除了入圍者之外 還有很多的海外語人們也一起來出席 那麼他們都說整個入圍酒會 就像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一樣 李安導演呢 再度成了眾所主目的焦點 他是很多入圍者新中的偶像 都搶交剛剛拍照 那麼現場還有哪些有趣的事呢 趕快帶大家去看看囉 謝謝 導演李安馬不停蹄 頒獎典禮前一晚出席入圍酒會 一現身人氣紅不讓 大明星們也變成小粉絲 導演好 炸鐵紅 導演好 導演好 導演可以歡迎 謝謝導演 一二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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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先用掌聲歡迎金馬獎會的主席 李安導演來吃歡迎 謝謝 有新的面孔有老的面孔 真的是一個非常可悲的大家庭 我在這邊非常地衷心地感謝大家 也覺得非常地榮幸 今年是我最後一屆為大家服務 我非常珍惜這個經驗 以後我會繼續地參與 永遠就為大家是一份子 金馬獎電影界非常地祝福你們 謝謝你們為電影的熱情的貢獻 永遠支持金馬獎的李安導演 在典禮前戲先頒發了觀眾票選 最佳影片獎和菲比錫獎 美國女孩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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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導演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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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玉婷是不是在現場 有看到李安導演 是不是覺得很開心 他是 李安導演是你的偶像是不是 有 他剛剛就是剛剛 在台上有跟他拍照 然後剛剛有跟他見到面 然後他有摸我的頭 真的 玉婷真的是美國女孩 很大的一個亮點 也是我們非常期待的一個星星 不論怎麼樣 都是我心目中的影后 每位入圍者 都已經是最優秀的演員 鏡頭一轉 實力與偶像兼具的兩大男神 柯震東以及邱澤 現身會場 很開心可以來參加這個 電影的盛會 其實一直都是覺得可以跟 過去這一年認真拍電影的 有好成績的這些電影工作者 一起分享工作經驗 是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上次來是五年前 然後再來是這一次 所以我覺得蠻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覺得 電影圈真的很溫暖 就不管彼此為了獎項 廝殺多嚴重 但其實在獎項以外 其實每個人都蠻關心對方 然後也都很友好的 互相交流 電影人難得齊聚一堂 就像是大型同樂會 在電影拍攝完畢後 今天也是劇組難得大團圓的日子 據說好像呢 就是大家演員們都覺得 這是一個最歡樂 待過最歡樂的劇組 對 導演是怎麼做到 讓這個劇組這麼的歡樂 早點收工 早點下班的一個 對 然後 不要管他們要幹嘛 也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嗎 趕快來辦公室 其實也不是說 不要管他們在幹嘛 其實導演也是很嚴格的 在看我們在幹嘛 因為很多朋友就是到處聊對不對 就是跟有一些 許久不見的朋友 或者是今天才剛認識的新朋友 我覺得這就很 今天認識了誰 新朋友 新朋友 就是 就是可能 就是譬如說像 凡英姐 我她氣場太強了 我會怕 我不能靠近 女星白玲 特地從美國飛來台灣 擔任頒獎嘉賓 一身華麗淨妝 不少電影人都爭相與她合照 而同樣從海外來台的 還有入圍十二項大獎的 香港電影《濁水漂流》 聊一下在隔離期間 我們都做了些什麼事情 因為我今年也有一個項目 所以我隔離的時候 我就在準備創頭的事 在隔離的時候就做運動 然後不讓自己胖起來 因為台灣實在太多好吃的東西 我叫了那個蛋餅 我叫了那個蠔煎那種 蠔煎 蛋類的比較多蛋白質 我可以吃 就是雖然要吃台灣好吃的小吃 但是還是要兼顧這個隱私控制就對了 好啊 好辛苦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每位海外電影人 都必須接受隔離檢疫措施 像是金馬影后李星傑 也連續三年力挺金馬 所以我在演這場戲的時候 我就整個把當時她說的那種樣子 就是融合在我這場的聊天 曹影二十年的李星傑 在金馬電影大師課分享心得 更自爆本來只準備一小時的講稿 最後聊了三小時 對電影充滿熱情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也會很焦慮 就是不知道自己演完這個電影 會不會有下一個電影的機會 那張姐剛始終看著我跟我說 辛傑如果你要當一輩子的演員 你就不要急 這句話一直一直住在我的心裡 然後它一直讓我能夠 回到我自己的初心 然後堅持就是做一輩子的演員 鼓勵電影人保有初心 勇敢追夢 今年也是她二度擔任 金馬創投會議評審 鼓勵新導演為創作而努力 我覺得幕後的電影工作者 尤其是新導演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因為大家知道 尤其是新導演 在初期創作劇本的時候 都很缺乏劇本費 所以他們可以在這個金馬創作會議的時候 能夠在他們很初期的創作的時候 這些優秀的作品 就可以讓一些比較資深的電影人 或者是投資者 最重要也是投資者可以看見 一年一度的金馬獎 是華語電影圈最大盛會 都展現了電影人的團結 也持續為華語電影圈注入新能量 傳承金馬精神 入圍者會現場真的是眾星雲集 而且每一位入圍者都是精心打扮 那大家就更加的期待 他們在金馬獎星光大道上 會以什麼樣的裝扮現身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